我来美国也没多久 但是几个现场都看过 从我申请农场 到我参加这个抗议的队伍 一路走来 每天都是收获 我们都是自发的 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能感受到现场每位战友 对中共共产党的深无痛苦 我在不同的抗议现场 碰到的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种群的美国人 对我们非常的关心 主动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有的他中文说的不好 但是他就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 说我支持你们 跟我们树达拇指 我感受到美国人 他特别的热情 真的是很关心自己的国家 不管是穿西装 一直都非常考究的美国人 比如说律师 这种中产阶级以上的 还是清洁工人 在大楼做维护的这种工人 还有在现场这里 做清洁的工人 有的就很朴素的 都很关心美国的政治 印象非常深刻 在磐石那边 有一个工人 他们正在做 他们那个大楼的维护 然后他突然走过来 问我们是谁 然后说你们打算回去 替代中国共产党吗 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没有这个打算 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消灭中国共产党 然后中国人民 应该有自由选举的成立 选举自己的政府 有的美国人 非常热心地来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美国 你应该怎么样抗议 更有效果 来把自己的声音 发来的最大 建议我们跟这些 肮脏的律师的客户解信 还有的美国人 非常关心我们 因为我有近视吗 我戴这种透明眼镜 他说我觉得 你应该戴一个墨镜 保护好自己 我真的很感动